欢迎回来新台湾新光大道 这个星期三的民进党中常会 终于讨论了陈水扁的再入党申请 不过大家激变一番之后是没有结论 唯一有的结论就是要继续的救援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而且到底要怎么做列为最高机密 那这个最高机密是什么 有人就说是民进党要组一个律师团 来营救陈水扁 从现当年的美丽岛律师辩护团这样的阵仗 今天蔡英文否认 上一次的严压决定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政治意味太强 所以我们觉得上次的严压 是一个不合理的决定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动作吗 我们我在记者会讲过 等我们有具体的做法的时候 再跟各位报告 所以726严压亭的最后裁定 所以民党内长希望726前面 这个事情等我们内部讨论完整 以后再跟大家报告 所以到底是不是要组一个律师团来援救陈水扁 像美丽岛时代的律师辩护团 是不是高志鹏 苏贞昌跟谢长廷要再重穿律师袍 来帮陈水扁辩护 这个话题呢 大家不同反应 律师法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也不晓得找不找得到 那如果 如果有这两位律师界的神败 愿意披挂上阵 我想至少 不管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披挂上阵 不管 实际在法院的工坊怎么样 至少阿扁在土城会感受到 无限的温暖 他的案子 没有理由替他辩护 他的案子 那个道德 在道德上那么明显的 这个 他的案子在道德上那么明显的 这个错误 甚至于 这个顾立雄 他都不愿意辩护了 民进党还替他辩护什么 所以 他的人权替他声援 这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辩护 那太离谱了 那 这个顾立雄 已经做了一个例子在前面 而民进党 没有理由 采取不同的 这个标准来处理这件事情 到底是这个苏贞昌 谢长廷跟高志鹏 有没有可能重批律师跑 跟美丽岛大省的时候 一样的美丽岛律师团 来帮陈水扁辩护 这当然是陈水扁最希望 我先讲一下 林佐水讲这个话 他法律观念错误 法律观念错误 为什么呢 他道德上 错误那么明显 但是法律上 还是要辩护 尤其是 如果是强制辩护案件 也就是说 你这个案件是 一定非要强制辩护案件的 最近本期五年以上的话 没有律师法院要指定 公社辩护人替你辩护 所以有人辩护 这个是应有法律 他应有的权利 你不能说 杀人犯 套得 把他爸爸妈妈杀死了 套得那么明显 不应该听他辩护 没有人听他辩护 律师都不听他辩护 法院也要指定公社辩护人 替他辩护 不是这个 我对蔡英文的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他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帮蔡英文讲话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积压不合理 你讲这句话有人有反应 政治意味如何 蔡英文你空眼只栽 我没办法接受 你讲个道理出来 政治性决定 你自己念法律的 你讲这个话 水准非常非常差 所以你刚才还要纠正 蔡英文的法律 这个逻辑 大家平均讲嘛 要不然的话 我又被观众要打掉 他来骂我 讲这不可观都是 后面的部分 就是说目前这个案子 这原来四个案子的 审理进度到哪里 其实昨天是有开庭的 只是大家都 报纸里懒得起来 昨天其实是有开庭的 那陈志忠的认罪协商 到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5月5号追加起诉哪些 就是陈敏勋跟顾重量 没有被起诉的那两个 那个101董事长 还有那个三亿的 那个顾重量的时间 这个部分5月5号 那今天才几号 今天才6月12 我现在已经在讲 7月的事情 我说7月的时候 这个来得及来不及 那刘毅宏之前讲的 6月底会有二次金改 跟机密外交 那我打个问号 可能因为delay或什么的 可是马总统之前讲的 三个月速摊 是到7月6号截止 那7月上旬会开的 所谓的这个严压庭 我觉得蔡英文 错的地方 我特别浅的地方 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交点集中在 下一次要不要严压 这是一个在野党主席 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因为陈水扁 这个是司法的 你说他的司法人权 包括像什么 彭明敏那些人 我都觉得很奇怪 他们明明懂 因为蔡英文是内行人 林卓水是外行人 我们就很初前 都以他的专业来讲话 蔡英文是台大法 预期毕业的 林卓水立法 不是司法训练 那你内行的人 怎么讲外行的话呢 他有没有逃亡 串政跟重罪的这些 这是法律规定的嘛 那至于陈水扁 是不是还有政治的影响力 有没有拖延诉讼等等 那个是建立在这三个 已经成立的基础上 法官在财经书这样写的 可是他们不去谈陈水扁的 重罪逃亡跟这个 串政 他就讲说 如果政治有影响力 你就会把我压起来 我觉得很离谱啦 518的时候蔡英文讲什么 说我不会让你们孤单的 就陈水扁在那边等了快一个月啦 518到现在6月12了 等了快一个月 你到底做什么呢 现在出手啦 7月要把他救出来 那个叫谢唐廷跟苏仁昌 去打官司 也没较厉害啦 1、2、10年没开庭了啦 他们怎么可能去帮阿兴 真的高志宏讲 律师跑跑就去哪里 好赶快去登陆 就这样 官司就赢了 他们是要找这些律师团 用政治性的司法编户 说你看 我们天王几的都出来了 阿兵的官司如何如何 如果就司法的诉讼来讲话 只是噱头啦 这只是噱头而已啦 这个噱头噱得成吗 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觉得谢阳廷会去帮陈那边打官司吗 虽然那会吗 我那也不会去啦 连高志宏都犹豫 我讲一个人就好 叫徐国勇啊 叫徐国勇去啊 你不要演演啊 你叫徐国勇去啊 徐国勇也不愿意去啊 文家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的司法人权 前面那个 辉文用很专业的法律卷解 已经做了 一个很对立面的诠释 那我觉得 民进党的司法人权 背后隐藏三个东西 第一个政治动员 第二个资源的掠夺 第三个路线的复辟 你没说到那些清高啊 什么 陈前总统的司法人权 刚才小英党主席还说 陈前总统的二次积压 政治意味太浓 我告诉你 如果有政治意味 也是你民进党的 故意操作 故意强加的政治意味 在那个政治意味下面 凸显一个 你们民进党的最大的不正当性 你们公然违背 台湾人多数的 那种弱势的阶级属性 你们的司法人权 怎么是建立在一个 落难的强权者的身上呢 你怎么不是建立在 那个多数过去 一票一票 支持你这些民进党 这些基层弱势者的身上呢 不易 应该要谴责 会要回复到什么 美丽岛大省的时候 律师团这个战争 简单 不过是一个政治动员 他要塑造一个 美丽岛时代那种 被压迫的集体氛围 然后来一方面拉抬 民进党的声势 一方面又顺便 回应一下 我阿旁总统 我就跟你搭处理一下 不要来这一头 真正的司法人权 你民进党 从来没有实质碰触 可耻 不过如果真的这个美丽岛 这个律师团 律师团重现的话 会不会污名化了 当时的这个美丽岛 你想的太多了 想太多 我觉得有关于 这个超级律师团的构想 是不是包括林州水在内 我们是不是有点扩大解释 我看报纸 不是这个意思 报纸只是就延压的部分 替他辩护 因为延压继续压 跟司法人群有关 其他的部分他们不敢动 那今天林州水把他讲到 说顾力熊那个部分 已经跟延压无关了 不只是延压 律师不管你延压还是审判 他都要参与 我觉得昨天他们的意思 就是司法人权 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把阿扁其他的犯罪事实 也都拖进来 但是我必须讲 像阿扁准许不准许 让他再回党再入党 报纸说中常委里头 夸派系的中常委 其实都认为不宜 当然有少数人 我不晓得动机是什么 是停扁还是侠停扁 来遂行自己的目的 还是真的要害扁 你想真的按阿扁进来 那没有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以后判刑 然后拜托开出去 这是在凌尼人 这个叫凌尺 不会啊 这个律师图不会让他被判刑 不是啊 这个真的 我是说那些停扁的人 私底下是真的爱扁吗 我觉得阿扁太遗憾了 看不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觉得你要好好想 这些人要你再入党的 或是让你的太太啊 你小孩啊 再恢复党权的 真的是爱你吗 我觉得很怀疑 但是呢 这个超级律师团 让你感到焦虑的 我觉得绝对不会发生 我不是叫我是惊讶 你觉得谢唐廷会做吗 你觉得苏正商会做吗 连高志鹏刚刚会员讲过了 嫡系子弟今天的谈话 不太像嫡系子弟哦 你看他退三退四的 说我的那个律师袍 恐怕不见了 我们医生真的必要的时候 开刀没有穿衣服也可以继续开啊 没有穿那个医生的衣服也可以继续开啊 能不能上法庭 不行 这一下就好了嘛 那边都有人见 怎么不行 好 那我们有当事人澄清专线 就是苏正商 谢长廷跟高志鹏 都可以call in 进来说 他们愿不愿意 我认为谢长廷 苏正商都不会替他辩护 为什么 谢长廷最近才讲 马英九这 我兄这党主席 当初就是好像陈水扁 这他的党主席一样 他心里是有怨恨的 那苏正商真的会跟陈水扁 卡那么紧 即使是这样的 有心替他辩护 他也不会随便接受他的委任 2012就不用算了啦 不会 不太简单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陈水扁把他最了解 他案情的三个律师都解除委任了嘛 我最了解我案情的 我都解除委任 我不要你们啦 那你现在蔡英文在组一个 什么谢长廷 苏正商这个人 去帮你谢陈水扁变 那你这个摆明了就是 就是摆着红头在那边 给人家看而已 但是对官司务 有没有输出对帮助呢 没有输出对帮助 你这回应 我跟你讲 他虽然是法律专家 遭司法记者 但是 你是真的不罵还是够天证 这些人是要给蔡英文难堪的 是要给他点药水的 给他出酒的 他们也不见得说要 这个超级律师团 就能够阿扁解决 他严压的问题 这就是说人好看的 你看真的那些人出来 真的人 我们这个节目要延长三小时 如果这个律师团 这个组成的话 两小时讲的话 他们开庭又要实况 这很有话题 这很有话题 不这个其实 就是要跟阿扁能不能入党 放在一起 就是说你看 陈大军为什么对付这个问题 这么艰困 那沈医师指教说 这些停扁人到底是爱扁还是害扁 我一直在问说 这停扁人为什么这么有胆子 步步进逼 一直夹当中央 一直不坏 那政杖到党中央到现在束手无策 每次被他们修理来修理去 玩假的 拿大 然后拿出政杖出来 没有办法对付 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如果你民进党坦荡 你切割处理 刚刚淋浊水一步 那你就道德上先处理 阿扁对还是不对 你各个东西最名列清楚 所以开除党籍 重新入党也别提了 然后当这个东西清楚之后 老百姓也懂了说 民进党彻底不跟阿扁在一起 然后谴责他 你说要辩误他的司法人权 还可以考虑 他说为什么这一点不敢做 我认为他们是有所仗事 这些停扁 你把道德拿出来 我看看 你如果把他拿出土地出来 你们这些所有审判陈水扁的 我马上有东西到你难看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阿扁有恃无恐 所以步步进逼 为什么在党内造成这么尴尬 这么一个 听到外面讲的很简单 丢就丢 不丢就丢 阿扁就丢 把他执起 叫他回来了 阿扁又不丢就出去 什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搞不定 然后停扁的步步进逼 我如果都觉得 你们党中这群人太虚伪了 你们说阿扁不干净 你们就比较干净吗 你们跟阿扁一样不干净 你认真是靠阿扁吃香喝辣了 今天把阿扁踩在地上 而且还凸显自己 还在那边虚伪 我认为停扁这些人 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是站在党派恶斗的道理 步步进逼 我是觉得我们就隔岸观火 站在山上看不见 蔡英文道德形象好 可是每一次这一弄下去 他就上一次虚伪得很 你记回应 我会讲 郑局长以前不止一次讲 说就是党继续 党中央或是非停扁派 对停扁派的叫嚣 叫嚣就不敢回应 他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你有把柄 在人家的手里 我跟你讲 这个我不能完全排除说没有 一定大概有 个案大概有 但是这个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 选票 我说不是 不是 选票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现在讲一个 比较人情的感性的 譬如说你有三个儿子 里面有一个盆子不孝子 已经坏到你要断绝父子关系 我问你 你当你决定要断绝父子关系 你是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忧誉 这个一段 处米桃味都会笑 而且一段说不回来 我跟你讲 那种情分 那种互相之间的感情关系 我跟你讲 我是做过民进党员的 我了解 你在外面你是不了解的 所以现在切割 陈水扁 处米桃味都会笑 说他早晚要全部脱离父子关系 陈水扁 陈水扁 你说这留的时间 那艱苦 经历到会 会做这个断的关系 这等着看 不知道 很担 第二个 我第二个 我是说 你这个一个很大一个前提是说 这群人时间还不够长 老百姓感觉不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政治动物 阿伯案子发展到现在 跟人家错名讨派 说你这个派人还没有读到 错名讨派人都会划 讲歌非常好 讲歌非常好 菊内人跟菊外人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他要抗到处米桃味过来 周一家的人是会拖得比较长 那处米桃味吃饱花香 我完全没懂 你穿着说还不能切 那处米桃味就说快去切 他到底要考虑 有民众这回理 不该切啊 你给我切看看 所以是刚刚讲 他们极力的考虑 如果你今天为了选票考虑 你要考虑多数人 那为什么要再问那些东西 你以为他们真的是父子感情 那是政治人文 他当然是抗路双票 时间照着给他们 我认为说他们就是不敢下手 这叫做外人吃饱花香 我完全没同意 什么外人 正在是每个人看的 每个人看的 不过接下来 下一个就是 民进党跟陈水扁的关系 要观察的这个指标 应该就是七月份的 严压亭 民进党要怎么样子的最高作战计划 去救陈水扁 竟然五月都说是政治性严压了 如果七月再压的话 主席 当然这个 我是针对蔡英文主席 个人 去年陈明文跟苏志芬 两个县长都被收押的时候 陈明文跟苏志芬 他们家属 傍晚会蔡英文都去啊 阿伯那时候也被收押 三个人还同时绝食啊 蔡英文为什么不去 蔡英文为什么变啊 你没有办法面对检验嘛 没有办法面对检验的时候 知道鬼扯 如果真的是 违法的积压 那灌一天都算多啊 应该 赶快包围土城看透所啊 蔡英文做什么 不应该等到七月 你从五月八 五月十八号之后就躲起来了 人家喵喵喵喵喵说 不是说电台是电粽 Promised 电从没电台好 说到蔡英文是用搓的 到它宙erin 蔡英文都今天6月12日說 哦對齁 那我們等到7月再講 這不對嘛 你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那個積壓是錯的 如果5月的政治性延壓是錯了 因為現在就該行動 你517的時候應該把群眾帶去吐層嘛 後來解散他叫大家走 後來又亂七八糟 所以蔡英文的虛偽是在這裡 因為你不要去談這個 陳信瑜的什麼憲管 你不要去談吳復生的鑽石 我們是不談那種話題的 我問大家這個案子不夠嚴重嗎 這案子還不夠嚴重啊 那就是八卦 那我沒辦法證實 我們講書類已經起訴的東西 還不夠嚴重嗎 儘管是一個事實啦 陳信瑜的儘管不是八卦 我不談鑽石啦 我說這個這樣還不夠嚴重 如果收押就是沒有人權的話 那你現在看中所押多少人 3000多個人 我說北索就3000多個 那我都撞出來 不是這樣子 那個都是錯誤的解讀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說 最近高潔的這個二審公害六票是5罪 同一個案子有三種偵查結果 我用這個例子來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講說 現在去凸顯體制外的必要性 同一個案子它可以偵查三次 三次結果都不一樣 然後最後結果說判無罪 那我請問後面這兩個案 請問我們怎麼依法行政 這個案子大家看下去 這看不下去 我們同一個標 六標的這個同一個 然後都是高雄地監署辦的 結果辦成這樣子 最後把官員判無罪的時候 我說這是有問題的 這是有問題的 那時候有案子嗎 2003年簽結的時候有案子嗎 有案子嗎 所以現在扁案你說這樣辦行不行 還是檢察官的功力有與時俱進 主席如果這板子 這板子如果可以保留 到時候把這個塗掉就好啦 扁案什麼一個案子什麼 是不是又類似 所以這不行 不行這樣辦 因為你這樣辦 給那些人現在說 包括昨天監察院 不是那個什麼 白文證那個嗎 大家還可以拿出來連 都是當初沒有查清楚嘛 沒有查清楚 所以現在大家黑白 黑白目的時候 我要插個題外話 白文證部分 寶萊的結構在 聯動在那個部分處理完了沒 他被電視不處理啦 人死他就不處理啦 不是還有其他被告 其他被告處理了嗎 援大起訴呢 保來的呢 然後大家就講說 人死為大人死了 然後監察院出來的結果 我們這邊沒有監察委員 講句難聽點 監察委員的報告就是真的嗎 你不要當聖經再看啊 拜託 也是政治報告嗎 不過現在喔 蔡英文如果動作這麼大 說五月是政治性的延壓 那七月又要再裁定了 如果七月還是延壓 那又是政治性的延壓 我說他這個台階要怎麼下 現在把這個調子拉得這麼高 說這個是不公不義的積壓 如果七月又壓了怎麼辦 文教授 我覺得他就沒有樓梯下了 我覺得他現在的困境 就像一台飛機 想要降落 那又不敢叫 在空中在機場一直盤旋 你是要撈或是要搬去辦公室 他一直在猶豫 我覺得他看出他的困境 不過我覺得困境 這個困境是小英黨主席 以及民進黨兩股力量之間的 這個妥協之後必然造成的結果 這是一個高度妥協 然後不願意堅持原則 不願意面對事實 所以我認為沒有樓梯 沒有樓梯的問題 他今天說陳年總統 是政治性的被延壓被擠壓 可是有沒有看到台灣人民 也給你民進黨一個什麼 更嚴重的政治擠壓 也把你們鎖在那裡嘛 你這個洞就是 沒有反正 沒有屬非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我同意鄭老師的說法 我們雖然有很多不願意 但我們也希望說 法律就夠了 但是做一個政黨 你的完結到現在還沒什麼清楚 經常說的都這樣 感到 聽到 聽到 聽不到 不然就在那裡哭哭牽歪歪歪歪歪歪 有什麼意義嗎 今天說是台灣 罵你民進黨 或是一個樓梯節 大家起碼需要一個反對黨 不然在國民黨 每天在那裡 在那裡做就好了 所以回來看 主持人你會想要說 到七月的時候 如果又要被延壓 民進黨 我認為就只能再叫 就繼續叫 五月叫一次 七月叫一次 就定期性的聲音 時間到 大家就把政治聲音 就好了 沒辦法 因為今天在高雄市議會 有一個記者會 就講高潔無罪的 如果說政治意味的延壓 照蔡英文講的 高潔應該判有罪才對 法院不是國民黨開的嗎 國民黨開的 台北這邊那是國民黨開的 高雄那不是國民黨開的 高雄那是民進黨開的 高雄那是民進黨開的 為什麼判他無罪呢 什麼周理良 什麼謝長提示還沒起訴 謝長提示還沒起訴 趕快起訴 不是說國民黨開的嗎 所以你看民進黨的 對我優利的就說 這司法是公正的 陳菊那個什麼嘴臉 一審說司法是有顏色的 二審他贏了說 喔 法律是公正的 這種東西 這種人也做公共七市長 判決對我有利 我就有利 判決對我不利 我就說這國民黨開的 高潔你為什麼不講 這國民黨開的 國民黨開的 法院判高潔無罪 太好笑了吧 我覺得這個蔡英文 現在的處理方法 是無端替一個司法案件 加入太多的政治成分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不行 為什麼 因為她現在沒有 無端不得不急 就把七月的炎壓與否 定為一個標的 那這個定為一個標的 當然理論上講 對蔡首信法官也有壓力 但是我現在蔡首信法官 恐怕不甩這個東西 盡希望這樣 但是現在蔡英文的這個講法 就是強加給自己肩膀上 他沒事找事嗎 沒輸輸輸 還有給這個藍營的人民 引起又有焦慮了 我這個全國人民 心裡自然是本來 要回家睡覺了 大家再來 這是焦慮啊 還有給綠營的極端 支持扁營這個阿扁的人 又一個假的希望 這是一個空泛的一個希望 到時候如果沒行的時候 大家都還進去 所以她說是一個飛機 飛機找不到地方降落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這飛機本來是 要改那個公司的名字 要遠航要改成什麼行 然後油要裝滿 重新起飛 他現在是漂頭也沒改 公司也沒改做 油更立不完 莫名其妙又起飛了 哇 這車比較嚴重 亂飛一通 亂飛啊 其實就是這個研判問題 我研判蔡首信 會繼續壓 繼續壓 我研判了 蔡英文怎麼辦 因為 小英趕快準備 因為蔡首信那個 你研壓那個 寫那個財政書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她很大的改變 所以你 還要研壓 可可可可可 還是研壓 但是如果我 要是我來辦的話 放了 我重金交保 崔永才剛跑耶 好 我們先接一下觀眾電話 研究我 判斥